从1000元到3万元 618Vlog相机全推荐 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我本身是一个Vlog博主 我在我的这个频道里拍摄了200多期的Vlog 然后我也是个数码评测博主 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数码评测频道 我本身拥有很多的相机 我也很频繁的作用各种相机 所以市面上大部分的主流相机我都使用过 有关今天的推荐我要实验设计三点 第一点 本期的推荐是针对视频拍摄用途的而非摄影 第二 本期推荐所有的相机都是我自己长时间大量使用的 而不是内容 我推荐你购买的但我自己不买内容 第三 本期不和任何的相机常常快点介入 好了我们开始 首先在1000元以下这个档位 你是买不到新机的 所以我今天推荐这个机器 是需要你自己去海鲜市场淘的 那就是索尼的X3000 这款相机在油管上受到的赞誉是很高的 但在国内热度很低 几乎没什么人知道 我个人认为它的画质是好于GoPro10 X2或者更早的机器的 在1000元以内 它就是最能打的视频拍摄机器 现在我们就切换到索尼X3000拍摄的画面了 这个小小孩能拍4K 防导也不错 但是它没有一个翻转屏 你在拍摄的时候就看不到画面了 但是它有一个套状外面 有一个无线监视器 就可以看到画面了 另外呢 它在4K模式下也拍不了高震率的视频 它的菜单也比较难操作 但是它在4K24的模式下 我认为它的画面 是不输给现在视频上任何一款 自信突出的运动相机的 然后现在它单机身价格差不多六七百左右 这个万表的价格差不多三百左右 所以加息 1000元以下可以搞定 这就是我千元以下的推荐了 2000元以下挡位 我推荐加能的V10 这款机器在新机发布的时候 价格是3000元 如果是那个价格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器还是不值的 但是现在它价格只有1600元左右 现在我们切换到加能V10拍摄的画面了 这个相机我用了相机一年的时间了 如果你问我它跟Pok3 谁是更好的Vlog相机 那毫无疑问还是Pok3 如果你拉一个十项能力对比的话 Pok3能赢九项 但是有一项 加能V10是可以赢Pok3的 那就是拍人像的好看程度 我们来做一下对比 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加能V10 跟Pok3同时拍摄的画面 我觉得加能在人像方面 确实是有一点优势吧 其实不仅仅是Pok3 所有的运动相机 所有的手机 只要不玩相机 在这个价格区间 都是打不过加能V10的 这就是加能的厉害之处 如果你拍Vlog 最在乎的就是人像好不好看 然后在6、8期间 这个相机又降到了1500元以下 Why not 4000元以下价位 这个应该最好猜吧 这个轮廓一看就都看出来了 大疆呢 Pok3 有可能是4000万我 大疆Pok3直播自己的买 你先关心你能不能买得到再说吧 一英寸的底屋 5L30防抖4K120帧 3700元的价位 吊打所有的同行 Over 8前有以下档位 目前最好的 还是又是索尼的ZV-10 现在是索尼ZV-10的画面 这个相机并不完美 它有果冻 它拍不了10比特 但是其他厂商真的是一个能打都没有 我们就单数镜头 像索尼11mm f1.8这个镜头 拍不到很舒服的 但其他厂商是一颗这样的镜头都没有 要么就没有这么广了 要么就有这么广 但是光线都去到F4 F5了 就没有好镜头 你拍Vlog真的是很不得劲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 你稍微等一等 今年可能会发布索尼的ZV-102代 几月份我不知道 但是今年应该会发布 就如果你着急的话 就618充索尼ZV-10 如果不着急 你就等一等索尼的ZV-102代 其他的就不要想了 这就是这个价位的推荐了 16000元档位 松下的S5M2 松下的S5M2 是我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相机之一 就没什么短板 各方面都很均衡 而现在单机身好像是买不到的 能买到的都是S5M2X 多了一个没什么用的外录功能 日常的价格差不多是12000元左右 届时如果能买到11500元的价格就很不错了 如果镜头只能选异合的话 就选刚需的18毫米F1.8 加起来价格是15500元左右 闭着眼睛买 没什么问题 三万元档位 索尼的ZV-11 ZV-11其实就是换壳的索尼 ACS3跟FX3 它们创开器什么都是一样的 拍摄的画面你根本就区分不出来 但是ZV-11的价格只有FX3的一半还不到 甚至在软件层面上 它还更优于FX3 比如它有操墙真纹 然后它有很实用的产品展示功能 然后像很多的致命模组 比如小路Lawrence还有吉利手机 都是用索尼ZV-11作为主力的Vlog相机 所以也是可以逼两个买的 没什么问题 然后它的机身价格差不多在13700左右 如果只能选一颗镜头的话 我会推荐选14GM 为什么选这么广的镜头呢 因为ZV-11的防抖是数码裁切的 你需要给它足够的余量来裁切 那么14GM就有足够的余量 我现在这颗就是14GM非常的好用 这个镜头差不多是一万块钱不到 所以机身加镜头两万多块钱 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位的最优解了 在视频发布的临近期间 有人跟我说 大家的ACS3在大家的光发上手上 仅仅卖1299 我也去看了一下 确实有这个价格 不过显示是一个无货的状态 如果这个价格真的是有货的话 确实可以无脑充 另外这段期间 松下的S9发布了以后 有人问我 松下的S9跟S5M2怎么选 首先我没有用过S9 我只能晕屏一下 它的机身比S5M2更紧凑了 而且去掉了风扇的设计 所以我对它长时间拍摄视频的可口 现在打一个问号 另外它价格也没有跟S5M2差很多 所以我觉得 真正干活的话 还是选S5M2吧 好了 这是本期内容了 希望大家都能在618 买到自己新银的设备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